普普11月18日训据利物浦回声报的消息 利物浦清训学院内大约有10名教练和工作人员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 这迫使学院取消了部分年龄段的训练课 并重新安排了针对其他球员的训练 报道表示 上述人员的症状并不严重 年龄较大的清训队伍以及利物浦一线队未受到此事件的影响 扣着在苛刻比训练基地北端的新训练设施 今天已正式启用 利物浦清训学院的新冠防疫协议已经通过了英超的定期检查 这里从1998年起就一直是利物浦青年队的西地 在新的训练设施完工后 本月利物浦一线队刚从梅尔武德搬迁至此